我很高兴能够在很重要的网上讲堂做个开场 就是能够谈一个应该说这几年来说 还是在国内没关系的课题 就是本土化问题 我的今天演讲题目是从本土化 到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 我看看这是怎么 其实做这个也讲演之前 我做些准备 因为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在2016年也就是四年前 我们习总在一个词讲话中提出了 我们中国要建立有距离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这我认为还是个比较英明的提法 但这之后国内各个学界都进行一些讨论 我们社会学界的讨论的文章应该不下十几篇了 杨可汉给我记了一共十一篇 我后来又看了另外几篇 但是我觉得这些讨论都非常有意义 但是我发现一个倾向 就是往往把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简单等同于本土化 中国化 然后和西方人 特别的印度人 那些非西方国家学者 西方一些左派学者提出来了 后西方社会学 南方社会学 联合在一起 然后把中国科学话语体系 或者本土化又和普遍主义 做相对 那么这实际上并不是说这些讨论没有意义 但这些讨论有重大的误区 那我整个今天讲话的核心论点是什么呢 本土化和中国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 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虽然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那么他们的联系是什么呢 那我们首先要看看 中国的本土化和中国化 实际上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 有五个层次 这个五个层次 我把它叫研究问题的本土化 视角的本土化 概念的本土化 方法的本土化 和本体认知基础上的本土化 我想说明了 这五个层次是有联系的 是什么联系呢 层次越往下 也就是五就是下 一就是上 它就越接近于在话语体系层面的中国化 我这个在中国问题 在本土化问题上 谢宇写了一篇文章 谢宇老师呢 他基本上也误解了 把中国科学的话 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 当做本土化了 然后呢 他提出本土化是个伪命题 他这篇文章呢 对本土化进行了三个分类 叫议题本土化 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 但是他没讲什么意思 实际上这个分类 和我上面的分类也有点类似 议题本土化 主要是我这说的研究问题本土化 然后应用本土化 它是一个大杂烩 大概我看了 它里面意思是 把西方的理论和方法 应用于中国 并且加以改造 就是可能呢 相当于我这里面的 视角和概念本土化 然后呢 范式本土化 他也没讲到底什么意思 实际上 大致呢 相应于我这个本体 和认知的本土化 那是 第一呢 概念研究问题 和研究对象的本土化 咱们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 出现了一大堆很重要的 令人可喜的发展 但是也出了重大的问题 我们社会学家 国内的社会学家 都是比较相当于有担当的人 就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比如说打了引号的农民工进城 为什么打引号 农民工这个概念 在八十年代到今天 完全不是一个意思 曾经农民工 实际上是一个边缘群体 现在农民工 不见得比城里人更边缘 但是所以呢 农民工进城 河南艾滋村 球体性事件 单位制 单位文化 三楼奶粉 中国社会不平等 项目制 农民上楼 经济发展动力 国家利益形态 等等问题展开研究 这个本土化 其实总来就有的 它最容易形成 但是离中国社会 特色话语体系 差得最远 这就是我们 好多学者讨论的时候 就觉得中国本土化 我们研究了之后 我们研究了什么项目 研究 这个西方人 在研究中国问题 比如Angie Water 比如说是 比如说西方的中国 学者谢宇了 周雪光 以及西方的大量的 对中国完全不了解的 都在研究中国问题 它那个问题 也就是中国的 这些的事 它肯定不是美国的东西 如果说这个世界 本土化 我们早就实现了 但这个本土化 和社会科学话语底细 几乎上没有任何关系 我因此不想多说了 所以我们 我看了十几篇文章 有些学者在这个问题 就把这个层面 本土化 也因为本土化 但这是一个误区比较大的 第二个本土化呢 它是不但研究 我们中国的议题 它的视角也开始本土化 它也开始有了自己的问题 且自己独特视角了 比如说研究中国的 社会运动和整体性事件 始终有两个路径 一个路径 我把它叫中国议题 西方视角 比如说西方 有人说 Everyday resistance了 好了 既然resistance可以变得合法化了 我在resistance by every day 改成right for resistance 那么 就说中国的抗争 应该是right for resistance 都知道一下李廉江 Kamon O'Brien这些人 所以他们就以为 你这个人看 认为他是本土化 但是呢 他虽然中国的议题 视角西方 比如Kamon O'Brien 那是李廉江的老师 比如说 他会提出 把实际上他研究中国的 这个社会运动 群体事件 他研究视角 还是政治机会理论 看里面的机会了 看里面的resource了 资源了 看里面组织了 看里面的 就是framing了 他怎么我们那个社会运动 和群体事件 怎么建立话语的 他虽然是 研究中国的议题 但是用的思路 视角完全西方 还有呢 是中国的议题 中国的视角 但这个本土化就更大了 比如说 我自己的话 常用西方人 研究中国的 好多问题 喜欢用民主 专制两份法 我认为 这个两份法 是很难了解 中国好多复杂现象 所以呢 我提出了 国家执政的正当性 和合法性的研究视角 国家的 就是 实际上中国相当一大堆问题 是和中国的绩效合法性 在这个有关的 所以这是 也就中国的议题 中国的视角了 好多中国的社会运动 群体性事件的 好多形态 也和中国的合法性 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基础有关 而不是简单和民主 专制两份法有关 那我们社会 则大社会人士 我现在引进 引进的大量的教授 他们都是实际上 就是 目前形成的国家视角 和西方文化批判视角 一个集团了 像李静 钱力成 就是 就是孙燕飞老师 程中士老师 一大堆人 实际上都是坚持 中国议题 中国视角 但这已经 是不是已经 就是 它当然本土化程度 比前面更深一些 但它是不是 中国社会 开学化与底细呢 没关系 没关系 就是国家 合法性视角也好 就是国家社会 关系视角也好 西方文化批判视角也好 西方人也在批判 西方人也有这些视角的 比如说合法性视角 是我们全新的视角 韦伯 韦伯就对合法性 这问题很感兴趣 第二个呢 它是从本土问题出发 而找到一些结构和机制 而这些结构机制的学历逻辑 不限于本土 这一来呢 它更接近话语体系了 也就是说呢 我本土的意识 我找到一些个社会结构机制 但这个学历逻辑 你们西方人也能用 比如边缘节的 自己的强关系理论 自己的比如说 人家认为 就是 就是 就是人理资本 我再加个概念 就是他们 就是这个 当然 就我的合法性理论 绩效 程序 疫情的合法性 就在中国的视角 来改造了韦伯的合法性理论 也就是我这个 但我一旦改造了之后 我这理论 西方人也能用 但是我这理论的出发点 是干得跟 中国特别绩效 我是研究了 中国的天命观 已经周朝以来 以天命为基础的合法性 虽然是个疫情形态 它十分强调 就是当官不为民作主 你不如回家买红薯 就是绩效 你干不好就不行 这是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韦伯认为绩效 不是合法性 这个基础 合法性基础是 大家都知道是传统 Christmas 对吧 和程序 那么我就把它变成 绩效程序和意识形态 所以这对 韦伯的这个理论 站在中国立场上 进行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改造 但是呢 西方人也能用 第三呢 比如说 我再举着 我的 好多 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 动员的各动机制 这就是站在本土立场 但找出了结构 不行 那结构逻辑 并不选于本土的 比如说 在我的大量书里面 大量文章强调 就是因为国家 或者社会运动的组织越落 那么这个社会运动的发展 就往往是生态环境 和情感因素决定 而组织强了 那组织的策略 就决定这个社会运动的发展 影响就大了 这是个因果关系 而这个因果关系理论 是中国的问题里面 中国的结构里面找到的 而找到之后 西方人也能用 这个并不是 一个中国特殊逻辑 是个普遍性的逻辑 但是这个本土化 当然是好一些 但是呢 它也没达到 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水平 不是说水平高低 就没达到这个层次 所以呢 第三 就是概念本土化 概念本土化 也分好几个层次 第一 从中国现象出发 它提出了自己的特殊性概念 比如说 我们费老提出的差序格局 因为在费老到西方读书的时代 实际上西方人也是差序格局 但费老呢 站在中国立场 不怎么能看到 当然是比如西方人 有些国家妇女还不能投票的 有美国当时的黑人 还在临寝 还在被上司刑 车上火车上 黑人也这么坐在后门 有些地方不能坐 有些饭馆不能去的 我想费老当然知道不知道 他肯定就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但是他露不了他的脑袋 在能露他的脑袋 也就是西方当时在中产阶级和上层 已经逐渐在费老所带的学术圈 那个层面 逐渐逐渐形成个越来越夸大的一个等序格局 而中国呢 社会呢 却仍然大规模的是不平等的差序格局 因为西方的前现代社会也是差序格局 我们也是差序格局 一模一样的 就不同的差序形态 但西方在近代以来呢 社会在转型 转型的主线 那个等序格局的基础在扩大 也就是费老把西方扩大的等序格局 当做西方的就西方的全部 然后撞在一个差序格局来骂中国文化 而在当时中国这个骂的话是非常发人声醒的 我们要向西方学习嘛 所以但是这个概念虽然带了很大的误区 这个误区里面最就是完全建立在 因为它对西方的一定的误解程度上 但这个概念产生了之后 对中国文化的改造 对中国文化的变策是着用很大的 对吧 比如说最近讨论很多 我们李有梅老师提出的 后小康社会 当然我看有不少文章 什么是后小康什么 但不管什么 这个概念一旦提出来了 那么也就说了 我们等于这些阶段论 我们中国 好多就是小康社会 后小康社会 这种阶段论 德康敏 土耀干学派 最喜欢提这个世界 分三个阶段 四个阶段 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 这后小康社会 这是中国本土现象 触发的一个特殊概念 但一旦提出这个概念 我们实际上对 在政策决策层面 对吧 对中国社会理解层面 等等等等 有重大的可以讨论 和发展余地的 对吧 一旦到了后小康了 那社会问题不一样了 社会政策层面不一样了 国家的扶贫工程 什么都有 假设是我们进入后小康社会 那国家政策 必须有个重大调整 我们的中国社会理解 也需要有重大调整 所以这个 对错什么都无所谓 但这个概念 在中国的特殊性里面 有重大 比如我们孙立平老师 提的断裂 大家都很有名 你说断裂 他提出来是客观上 有多么对 其实我知道 这个问题很大 因为当时中国 并没有什么 真正他那么数 意义上断裂 大量的中国的贫困生 也在读大学 大量的中国的 其实在农民 民共的境遇不断在改变 当然在中国 其实事实上 当时的好多 从来的城市扩张过程中 一方面受了剥削 一方面也拿到很多好处 通过抗争 是那么过程 但是呢 这概念一旦提出 在中国实际上 有三大大的准处 为什么呢 一旦提出断裂这个概念 就紧及我们的国家 我们知识分子警觉 中国当时有没有 这个社会是不是完全断裂了 完全不是 但社会有没有断裂性现象 那是有的 所以实际上 中国现在的扶贫工程 中国现在的好多大量的 包括劳动法什么什么 我们不能说 就是松老师 一个人的功劳 但是呢 松老师的断裂概念 一旦一大堆人 在批判立场上 看中国转型的早中期 发展的不同社会问题 这个整段也许过度 但是社会效果 应该说还是不错 但是呢 这个概念是本土化了 但这个概念还真是 你要说断裂这个概念 在西方世界上 它就没有什么新意了 它实际上讲的 比如说从西方来说 它讲的是什么 一个社会分层 没关系 最怕分层的不同群体之间 连互动没有了 社会连上升渠道都没有了 那这社会完蛋了 所以西方只不过把 就是incorporation 和stratification 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了 而把这两个概念 放在一起研究的 西方是大有人在 提出类似概念的 所以它这个本土概念 它是特殊性样出发 在本土有意义 包括插序格局的 它从社会科 就是社会科学 话语体系角度 这些都称不上 咱们必须这个 它并不是没有意义 西方人也提出 大量的特殊概念 那有它的意义 第二个呢 它是本土出发的 普遍性概念 它虽然概念是本土出发的 但概念的学历逻辑 不限于本土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一话语体系 要稍微近那么一点了 比如编言杰 在他这篇文章说的 强调 它的关系社会资本 是中国社会科学科学体系 本土化 当然是在社会资本 面前加个关系 也就这类社会资本 就是资本 加一个新的纬度了 的确有一点心意的 但是呢 这个心意 显然离社会科学 话语体系近一些的 但是到底有多大心意 也难讲 咱们就说 大家看了 我有时候看了 步步六的一篇文章 它一篇短短文章 二十来也提了一个 symbolic capital 什么capital 它那篇文章提了 大概十几种capital 整个社会学 社会科学就capitology了 也就资本学了 就是资本也可是 但是你说老师 把社会哪个层面 你说我手势资本 我手势看了好看 对不对 能吸引大家人 觉得我照理性动作协调 什么 你也是个资本 对不对 我笑话 我在那笑得这么有风筝 对吧 你不社会层面 多通多种的复杂性 你每个都可以 社会资本 当然关系资本 我不是说别 关系在中国 的确网络关系 在中国是很重要的 谁会拉关系 情商在中国 的确关系资本 是个蛮重要的概念 在中国意义上 而且的确比起 我们刚才前面 说几个概念 它应该更接近 就是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但是它还是一个 接近一些而已 对吧 比如说理念 将他们的 依法抗争 来延展国际的 常用的概念 就everyday resistance 对吧 一般依法抗争 不管这个概念 在中国来说 我认为 它是有很大的 经验上的误区的 但提出这个概念 它还是有学术意义 对吧 这个概念 就是这样子一来 也就是说 抗争形式是 多种多样的 对不对 有许多大量的 形式抗争 比如说 我解释 我自己的 这是我的第一篇 社会学文章 九四年写的 然后我当时 这篇 第一篇 bound autonomy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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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越数性 自主 就 我当时文章的 合体观 就国家 后发展国家 像中国中国家 如果经济要成功 必须国家力量强 这越是后发达国家 国家在经济发展的 重要性越重要 那问题有一点 这就出现两大问题了 那你国家那么重要 国家需要强大权力 你怎么保证国家不犯错误 像做文革这种事情 这是自由主义道路 然后另一方面呢 你如果是 你从 这个叫什么 从 左的 就是要强调国家的力量 必须是经济发展 自由主义 国家可能干坏事 那么我就是提出 就实际上 bound autonomy 因为国家 最好的国家 就是他手上既有权力 又有自主性 但这个自主性呢 一定要有某种 权力的约束 而这个权力 不见得要自由民主投票 好多别的约束 文化因素 天命 感情因素 都可以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从我这篇文章 是94年发表 还有一篇 我叫Defensive Regime 提这两个概念 实际上 我是91年写成的 92年写改写 投出去到 美国发表周期查 当时我就预测 中国在90年代以后 将近有几十年的 经济大发展 所以 比如周小红的文化反腐 这概念还是 虽然他是中国文化 提出来 我想他也没想着 对吧 他看好多小青年 又会用手机 又会什么 这老人 不要说老人 像我这样 伴老人又忙 我现在好多东西 微信了什么 都用不好 所以周小红 这文化反腐现象 就抓住一垫 实际讲究一种 实际上 看上去是个描述 实际上是个配方 在这个情况下 你再讲笑道 再讲是的 小孩子要对老人 而这个实际上 这个笑 并不是非六拍点 其实完全顺从 只要对老人好 同时呢 要 这些年轻 要对老人 一定主导 一定帮助 这个笑并不是顺 是笑 是福 帮助他们 所以这实际上是 对社会层面 整个中国家庭 ethics 什么理解 而且这个理解 虽然是中国出发的 但是呢 世界上也存在这个现象 在今天信息社会 那么快 那么哪个国家 包括每个老人 都很痛苦 都需要建立 完全不一样的 代际关系 所以虽然是 地方文化 但是你 普遍性意义 但是呢 它是不是 就是中国社会 科学体系呢 肯定比前面的 非小通的 差距格局 要近一些 对吧 但是呢 也没到 就是 这个层次 我带说 为什么没到 这个层次 就没到 本体认知 这个层次 为什么呢 西方人 你要看西方的理论 一大堆也在那么搞 比如说 Witfug 马克思 对吧 马克思 沿了研究 中国的研究 对吧 认为世界发展 有五个阶段 后来发觉 怎么东方 他说东方不是 简单中国 埃及了 土耳其了 奥斯曼帝国 都是东方 他没有这么一个过程 他没有像罗马 这么封建体制 但是他们社会 要比欧洲 专制了很多 所以他搞不清楚 就提了一个概念 叫 Oriental Dispartism 后来呢 当然有些个 像Witfug 什么 对吧 就是把这个条道路 研究了 好多经验研究 你就发觉 他专制主义 前面加个Oriental 就像我Atonomy 是西方概念 加过Bunded 对吧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是西方概念 我前面加 加一个Relation 关系 对吧 抗争Resistance 是西方概念 我加一个依法 所以这些个 对吧 这些个东西是 是西方人 就是我这个 因为时间关系 不像多举例子 他们早就那么晚了 对吧 早就那么晚了 就是这个 就是你可以说 是更接近 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更本土化 但是更本土化 但是和社会科学的 话语体系 那还真不是 一个 一类 一类现象 一类事情 第三呢 西方概念的本土化 这是另一种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人提一个概念 时候 这概念实际上 大家如果说过 后结构主义 所指于 你的概念和实体 是有误差的 概念始终是 不能 集合论 不是能完全对上 这是 但原来的社会 无什么问题 通过前后文 通过我们一般平时 说话 差不多有时 也会产生误解 但一般情况 误解不大应该说 但这个问题 如何变大 当我们的 目前的社会科学的 所有的主要概念 都是西方人创造 通过日本转手进来 这个经过日本 本身西方人 比如提的概念 是他们本土提出来的 经过日本一转手 这二道贩子 又出现误差 所以然后呢 西方的概念 又是给定时空中 提出来的 它本身不具有 什么客观性什么的 或者它当时客观的 时过景见 不怎么客观了 但是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中国人 而任何第三世界国家人 把这些概念 都作为科学事实 来完全无抗拒地接受 一旦接受这概念 你自己就把自己 给套进去 一句话 比如说西方人 叫feudalism 那是在欧洲 提出的那种概念 其实在欧洲feudalism 就罗马 西罗马垮胎之后 刚开始产生feudal 到中间到晚期 完全是不是一回事 而且呢 北欧到南欧 东欧到西欧 feudalism的形态 也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呢 马克思主义晓 在19世纪 把feudalism 那时候的历史学 西方没那么好 西里后 提出feudalism 这个东西呢 马上一套套到中国 马上feudalism 然后把其实和中国的 官僚体制 也来在一起了 其实不说 中国的官僚体制 不是feudalism的话 就是中国官僚帝国的话 就是中国的 周朝的feudal封建 和中国比如说 巴王之乱 西境的封建 不是一回事 巴王世界 这个是prince kingdom 而那时候的 周朝的feudal 是分封 是家族为基础的分封 就都不是一回事 但是呢 大家都如果 在这个意义上 把这个理解成 欧洲的封建 它完全都不是一回事 但是它有没有一些 除非政治体制的设置上 就是某些政治权利 宗教 就是立法权利 地方管控权利 建立军队权利上的 一种分封 一种就是 国家和地方贵族的 和地方政权的 一种分割 从这个角度呢 西州的封建 的确和欧洲有点像 这时候就出问题了 你如果用欧洲的封建 如果不止是 Foodalism 理解西州的封建 那你就产生误差了 但是你不用Foodalism 就把西方叫Foodalism 把中国叫封建 那么自说自话 大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所以这时候 形成一个重大 你用本土概念 封建 那没办法对话 你用Foodalism 那很容易让西方撞进去 这是我在 我自己的书 特别最近一本刚发 在这种概念的张力上 我下了很大功夫 就既要建立对话 又要注意 不让西方人撞进去 宗教 因为时间关系 我真的举这两个概念 每个概念 如果是我可以讲一个小时 甚至讲一本书 就可以在概念史上 出的问题 那宗教这个概念 是西方人提出来的 因为西方人这鬼地方 它是提出宗教这个概念 已经产生进步主义史观了 有迷信 有宗教 有低级宗教 有高级宗教 这社会方面的发展 从迷信 低级宗教 高级宗教 逐渐直接发展了科学 它有独立性化 线性史观 但是它这个东西 是西方人那么提出来的 但在西方 基本上 因为西方的宗教 我们基督教是零和宗教 也就是这个是宗教 那就不 它边界很明确 它一下子用到中国 马上这套概念 就把中国的好多宗教 就扁掉了 然后民间宗教 沙满教 迷信 在西方进步史观里面 那么这一来呢 好多像 像中国的像道教了什么的 它边界不怎么丰富的 它低级宗教 所以这一来就形成 你一旦接受西方宗教观 那么 中国别的宗教 就自我矮化 那么这个自我矮化 当然是不会 具体层面上 你一旦像民国早期的 这些个 北洋时代和民国时代 那他们国家的宗教法律上 基本上按照西方这一套东西 今天我们多少也是 也是 一旦按照这一套东西了之后 其实是我们的民间宗教没办法 它不会复苏的 所以中国民国的时候 如果我们就是共产革命 没胜利的话 出现一大堆像 像宗教道义会了 一贯道了 其实最强是这些宗教 这些宗教是什么呢 利用中国的多元的宗教体系 界限不分的 把这个儒教 道教 基督教 什么的elements全部拉进来 然后还学你的基督教的宗教体系 基督教的联合体系 和基督教的制度体系 同时呢 建立的那个外形上 还符合你的宗教特征 对不对 这样子一来 既符合你的宗教特征 那在民国的体系下 它应该重化得更好 其实这些个 就是我们中国今天 在宗教研究 是叫Sact 我不知道中文犯的什么 是其实民国是发展的最快 最快的业则 包括像 当然党们 比较 你们可能宗教道义会什么 都不知道 你们知道一贯道 后来被打称 邪教了等等 这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就是有一点 我们用了宗教了 就实际上我们整个思路 这是一个西方出来的 是一神教文化出来的概念 我们中国不用 不把宗教翻成religion 你没办法对话 翻成religion 你整个思维 政策层面 什么什么 都让它套装 所以呢 概念的本土化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太本土化呢 你没办法对话 在这里 这个张力怎么解决 这是个重大的问题 第四个层面 是研究方法的本土化 研究方法的本土化 老实说 我们国家这次翻卖 民国时代和今天 都没有发展 就是 所有的统计了 大数据 博弈议论了 计算机模拟 行动的建模 办控制实验 各种定性方法 比如生态分析 福尔福州分析 语言学分析 等等等等 这些分析 以及支撑着这些分析的 结构机制分析 都是西方的产生 都有局限 但是都有 所以从这个层面 你如果想搞本土化 有的人说 我不搞机制分析 搞什么乱七八糟东西 这的确是伪命题 从这个角度 这个非常窄的角度 我其实是同一系列 不但是伪命题 而且是死胡同 中国的特殊性 在于怎么理解 结构机制分析 理解的运用 而不是该不该运 结构机制分析 从研究方法来说 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社会学 这世界在 我刚才说本土化 五个层面上 都有许多社会学 在研究方法上 只有一个社会学 比如说 你不用结构机制分析 也不行 比如说好多人 大家知道 我没读过这么学 好多人问我 你这个人是天才什么 我说不是的 他到底为什么呢 我说其实我当时 就是在工作的 七二七三年 我突然看出一个东西 你干多少 干少一个样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厂的 就是每天的配定额 你要生产多少东西 就定得非常非常低 那定那么低 好多人整天的生产废品 制定 而我呢 就是还是比较爱惜国家 才很少生产废品制定的 但是呢 我就发觉 我四个小时左右 差不多能完成 120%左右的 今天的定额 我完成了之后 我没必要再多干 我就跳墙 就是回到我宿舍就可以看书了 这个一天两天 就是每天看个几个小时书吧 好像不单 一看四五年 到高考的时候 那 就是相比于人家烂玩的人 那我的积累就很多了 所以我考试 七级阶考试就很容易 并不是我聪明 我有这个积累 而我这个积累 也不是因为我聪明 而是因为我从上海到宁夏去 到了宁夏之后呢 我又好 在上海 我对社会的理解 有个比较 有个不同的视野 这和当地云夏人 有很大的优势 对吧 很大的优势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问题 我为什么能讲述这个呢 就是有个机制 是干多干少一个样 今天我们从社会机制角度 它就是叫大便策理论 对吧 在中国的说法 叫三河上没水喝 对吧 就是这个 就是大便策理论 大便策理论是个机制 但这个机制 怎么会变得重要的 今天你如果我在一个工厂打工 我干完四个小时 干得比人家多 我翻身就回家去干活了 不干 你肯定让人家开除 今天干多干少不一样 而且我也不会 我可能拼命干活 干完八个小时 我能做挣点奖金 对吧 就是干部 管理人员可以升得快一下 就完全 但是呢 就是在今天这个社会 这个大结构下 是干多干少一个样 这个机制会变不重要 在文革这个情况下 在那个时候 计划经济体制下 干多干少一个样 这个机制会变得重要 这就叫结构机制分析 这种分析你如果要离开 我们社会学的话语体系的最基本特征 就是我们人类有两种说话的方式 你们听讲演的人 如果是你认为你自己很成功 人家为什么 比如说你上北大的 人家问你为什么能上北大 无非有两种方式 一种我在某个时刻碰到个好老师 有某种原因我变成好学生了 这是历史奉起叙事 你在人生中建立实践序列 在那点是你的转折点 另一种说法 就是我在好学区 我爸爸妈妈有钱等等等等 那就是设结构机制分析 某种结构原因导致你变好 这个叙事是实践序列是历史学的逻辑 结构机制学是社会学的逻辑 这我们人类基本上只有这两种讲故事的方式 构成了我们社会科学的两大基础学科 所以从这个角度没有本土化本体 而在这个角度我们中国没有发展 因为中国的社会学还是很粗放的 中国社会学为什么没有发展呢 就是讲上下一点 要在方法层面上你要有贡献 必须在本体层面上有贡献 比如说生态分析 胡尔峰的分析 是美国自家学派的两大拿手把势 它为什么会是新东西呢 在世界上当时欧洲的社会学家 都想的是大结构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也好 韦伯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差不多 只不过是他想的大结构不一样 但是美国人是使用 美国的知识精英都实际上是 启蒙运动时代以后的精英 它都是底色是自由主义和republicism 就是某种程度保守主义 就那么两个字 它都是十七十八世纪的产物 美国知识分子 但十九世纪呢 末期呢 美国前前后后来了六千万移民 那些移民来到美国 不但带了劳动力为美国生产 正好第二次工业革命 还带了当地的世界观 各种各样的主义 马克主义 社会主义 无政府主义 就是法西斯 等等各种世界观 美国应该美国当地的精英 像杜威了 像PS帮人 应该是很不适应了 What that 对不对吗 就是一个 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提出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 就是实践关系 我不能多讲 其实咱们的 就是胡思 就是不讲主义 只讲问题 它就 不讲主义 只讲问题 在这个情况 它实际上实用主义的本体上 价值观上 就是为了消解 从十九世末期 欧洲传来的各种主义 所以你就想想 在芝加哥 当时的很多 二世纪初 十九世 好多社会运动闹事 你说这种东西 他们手上喊着戒际斗争 它并不是 它就看着 咱们看过 学过芝加学派 它的不同的居住环境 好多社会矛盾 是居住环境导致的 这就是圣诞风气的起源 胡耀互动理论 它核心就有一点 当然很复杂 好得很漂亮的机制 它核心如果讲了 很扁 几乎是缺解他们 但是抓住他本质的 这一句话 我们认为是阶级矛盾 社会矛盾 它看了就是 一个塞维埃人 和一个比如说 意大利人 我说早上好 你不知道 比如中国人 你饭吃过没有 他好得老美了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请我吃饭 我跟你讲客气 你跑到我们家吃饭 干什么 它就不同的人 就是把不同文化人 放在一起 它就是互相的符号互动 人际互动层面上出现 好多就是这个层面的矛盾导致 对吧 就是 看电话就蛮可笑的 但是呢 它这个东西 你一旦用这种方式看问题了 一大堆 和符号互动有关的机制 漂亮的研究 好多机制 你不用这个视角 看不出来机制 看出来了 好多呢 生态分析 好多不同的 它看出来了 所以这时候 一旦不讲主义 只讲问题了 它就越测越细了 越测越细了呢 当然它出现一个 美国一个最大问题 这个东西怎么 在二战以前 美国人用美国的 就是支架的学派 那是美国人 水理它 正是美国的 local grammar 但是呢 它从话语体系来说 却造了的确和欧洲人 不同的看问题的方式 一个看得出 像村庄里面的 看问题方式一样 但是这个看问题方式呢 没想到二战以后 而欧洲变了 欧洲出现什么问题呢 二战以后 欧洲民族稳定了 民族一稳定了 好了 欧洲人也开始 不讲主义 自讲问题 所以呢 欧洲人也开始 搞起美国这套东西了 所以这一来呢 如果欧洲人 加美国人都搞 实用主义的这套东西 那么中国人 和印度人 他认为今天 你的议题 你的方法 是个线性的 就是明天我们的 所以大量的我们 不是中国 好多派出去 留学生 去学校统计了 什么的 就跟着西方人玩 玩着玩着 这样子一来 是美国的村庄的语言 变成西方世界语言 变成全球的语言 这套语言很重要 不能全部 它的好多统计 都是有用的 我现在 我站在取笑 他们的观点 这是另外一个说法 但是这套东西 是不能拿掉的 但不能拿掉呢 它出现问题 问题比如说 我先举个例子 比如美国 研究教育 我们知道 美国中小学教育 问题 是种子问题 穷的街区 它如果是 主要这些个学校 钱是依靠 当地街区的 房子税收的话 那房子很便宜 税收低 那教育就搞不好 就请不了好老师 就这个问题 最好的解决方法 我认为 Federal 就美国的中央政府 贴些钱 在美国的 种族主义环境下 很难 不可能 但是呢 美国的一辆左派 用大量统计数据 做了各式各种 教育学研究 但那些教育研究 很复杂 我这是对他们诽谤 但是呢 虽然诽谤 抓住他们核心 就是pre-test post-test 做很不同的控制实验 发觉 来证明 这个教育方法 比那个好 然后呢 我们要 推广 这种教育方式 你在穷的街区 对广 对广什么东西 那些地方 我到美国去 好多穷的街 穷的街区 学校看 那学校不是学校 是监牢 但是呢 这个东西在中国 有些另外问题了 那个问题呢 是我举另一个例子 因为这些两个人 都很有名 我把名字给隐瞒 有一次一个很有名的 在华人的 在西方教室 在很主流大学教室 做了一大堆统计 讲中国的问题 昨晚呢 我们国内也是个 很有名的学者 他就说 某某某啊 你做这道东西 也许西方有用 西方这个大厦是写任 写几度 还真要仔细测的 你说中国这个大厦 平平躺在地上 你还是写几度 不扯淡 当然那个美国 训练出来不认账 那么辩论了 我没在场 这是人家 人家来取消 这个美国 这个训练出来学者 来跟我说的 我当时实际上 就给他们说 这是个本体问题 它是实用 其实中国大厦 没有平平躺 但是你站在 繁体制立场 认为这大厦 平平躺着了 你找些中国 最重要的 最严重社会问题 而这社会的理解 在加偏颇 你发觉它真正平平躺着 统计什么都不需要 一定不躺着 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但是你如果觉得 中国社会有问题 问题到底哪 那时候统计就需要 用统计越做仔细 实际上越解构了 两种极端思想了 越做实际上 实际上发觉中国很复杂 很这个 所以它实际上 是两种的价值观 一个中国学者 是代表欧陆 二战之前的欧陆视角 大结构机制 大结构看清楚 机制不要看 不需要 而美国不需要 出现代表美国的 实用主义视角 这所以 但是问题有一点 这两个你能看到 它各有所长 所以 但是问题有一点 中国在这方面 方法论者没发展 因为我们没有 自己的价值体系出现 有了价值体系 才能这个价值体系 和方法打通 才能新的看问题方法 新的方法能出来 中国没有出现实用主义 这种话语体系的话 你东西是 所以统计 大书记 博弈论 计算力 所有的定量方法 是你必须相信 要越测仔细 越重要 测量 才能变重要 你如果不相信 这一套 那么社会 我一眼就看清楚 测什么测 对不对 所以 中国目前 第一 因为我们学者 很正式研究 出放 惨不忍睹 不可能发展 第二 我们没有 没有话语底细 不可能发展 所以呢 真正的本土化 是什么呢 它必须在本体 和认知层面的本土化 也就像美国 实用主义一样 法国 革命传统一样 英国的经验主义一样 德国的 idealism 就是理想主义一样 德国人理想主义 本体 导致他看问题 推理 推理比较厉害 英国的经验主义 导致他看问题 具体问题 更讲归纳 但是英国呢 还讲大结构 法国革命团队 导致这种是很极端 角度就是批判 所以导致法国人 提法国 我说 French concept 法国概念很厉害 美国人呢 实用理性 实用主义 这样子导致他 不讲主义 自家问题 导致他 所以他们西方人 都是有一套价值观 从价值影射出来 一套看问题方式 中国呢 完全没有的 所以中国是绝对没有 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 话语底细的 目前是零 其实大家在 大家在本土话什么 那是搞错了 但是也不是完全搞错 它是有关的 所以呢 第五点 什么是本体 Antology 大家学 大家什么 你如果看哲学 就看了好 What is being 什么什么 其实简单 本体就是一价值观 我在哲大训练我们的外国国来中国教授 我就给他们讲一点 政治 政治 你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为什么做这个学科 你背后的政治 为什么这个 所以把你的 抗学政治 必须拿出来要调 中间是学术 最后目标还是政治 因为我们社会学 虽然是有一套 实际上 是个基础学科 它有个很重要目标 在发展结构机制 结构机制叙事可能性 发展结构机制叙事的新的语法的 以及发展新的语法的缺陷 不同语法体系的缺陷的 但它的生命力 都是在经验上 在具体问题上 所以实际上就是政治 这个政治是在那么讲的 再讲基本点 它是 你可以把它看成数学的公理 比如说平面几何 我们知道两条平行线不能相较 不会相较 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 有那么几个 但是你不要看 所有的平面几何的定理 你可以推 定理互相可以推倒 对吧 你可以证明 但是你如果拿掉 你发现两条 两点之间直线距离 不是最短 到里面几何了 你发现所有的定理 就站不住脚了 但是呢 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 你怎么证明 这是没办法证明的 对不对 它没办法证明 比如说概率 概率论大家知道蛮难的 有一大的定理了什么 但概率论里面 有最基本的假设 这个假设是不能违背 违背就不行的 概率肯定大于零的 概率肯定效益的 两个东西 这个东西有同样可能 这个东西一定可能 加在一起概率会变大的 That's it 别的 这是 就是公理 就是这个学科的基础 最根本的假设 ontology 别的东西 就是别的其他东西 都是这个更为的 就是它是其他更为具体的分析方法的出发点 这就是本体 认知呢 就是criteria of knowledge 就是知识的准则 因为我们国内 其实不太在本体层面不想的 好多学者 基本上在知识准则层面上不想的 What counts as knowing 就是实际上我们王牙明实际上很讨厌 就你怎么知道你知道这个问题 你怎么你说的对不对 我们西方是国内的人 不管谁说的这一套 就没有自己对的 也没 对吧 所以这是准则 西方人的依照讨论 比如你建立一个叙事 比如alternative process 对不对 必须要有这个 就是知识 什么样子的东西 是knowledge和knowing之间区别在什么 knowledge和myth区别在什么地方 这是他们西方一个很重要 比如现象学 讨论好多东西 实际上就是在epsymology 就是认识论层面上 对 那中国做统计就做统计 但西方做统计很大一部分人 就在讨论统计的epsymology 对吧 包括就是叫 就是validity和relability 就是一个真实性和可靠性的 自己的张力啊 统计的不同 问题的问法的 又造成不同的后果 同样意思 你问的问题是不是对问卷 问卷答的对象 懂不懂这个问题啊 以及如果问题里面 少一个关键问题 对整个统计结果会导致什么区别 都其实是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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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的 知识的准则在中国基本上是个非常非常薄落的环境 但这才是真正本土化 但是那问题要有本土化 必须要实际上要从中国自己的特色的思想哲学 里面找资源 找资源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思想哲学都是能建立当代社会科学的本体 比如说孔子 咱们知道 陆许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证明 证明 实际上 核心和 托尔干 和我们的那 就是那个谁啊 提出功能主义的那个叫什么 帕圣斯 差不多的 它是功能主义理论 你一到证明就回到功能主义 那还是像差不多 所以他并不说不能用 他用个东西就跟功能主义一样 和功能主义在西方被批判过来 人家批判都是对的 对吧 所以这并不是说这个 就是那是肯定证明肯定是不能当问题 然后我讨论一下最后几分钟呢 我要讲讲 我多年来在建立 因为我很早就认识到这问题 我认识到这问题不是我厉害 我聪明 还是有一点 我一头撞对了 为什么 我改行读社会学四十来岁 我已经一个博士 说我西学 自然科学西学工地很深 但是这第一 第二呢 我文革时候读了大量的 却是社会科学著作 历史著作 已经八十年代 在当时的开放潮里面 读了法兰克福学派 读萨特 读比如说 读什么 包括读什么系统论 控制论 什么乱七八十书都读 当时我记得 弗洛伊德 什么上一个新的世界观 什么东西都读 但是呢 读了到这 我实力会 学了一大堆 我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七十年 画一年 每天四点起来 到七点 每天三个小时 读资本人 读了一年 所以我们 杂七杂八 打了一大堆基础 然后呢 造成一套文革时候 很苦 很苦呢 导致我一大堆土的 结构分析方法 我后来没想到 我这套方法 和马克思 和韦伯 完全对得上 只不过土一些 所以导致了我原来 土法上马已经是 不错的社会学家了 这一来一到西方 他们马上拿实用主义 的社会社要归训我 完全归训不住了 如果我二十多岁就出国 也就是完全西化的一个人 没办法 但是我四十岁了 你那归训归训不了 而且我得有比他们西方 搞社会学的更好的科学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我始终才想走自己一样路 我在西方写的好多东西 都是实际上背后有着底色 但在西方 在实用主义科学 那么发达情况下 我不敢大说 我不敢大说 但是我现在在国内 我就能大说 要发展了 那几个尝试 第一个就是道家本体 就是道家实际上 它辩证法 但它辩证法最绝密 比黑格好的 就是辩证法背后 是循环时间 而不是现象时间 对吧 否定是否定 发展螺旋形式 阶段 右边又好 走进 我们道家就是 贵落 好就是坏 对就是错 这导致了我呢 不像西方比较现象使惯的 要找 比如说 如果在西方现象使惯上 As a logo 写的Japan is number one 就日本的 当时的一套 官僚体制一样的 这种大企业 搞得就福利保险 终身如何如何好 美国如何没办法性质 他讲的机制都没错 这机制的确 但是呢 我马上看了这本书 我就知道它错的 为什么呢 我后来慢慢发觉 我的道家实惯 是的 你知道体制 这种方式都好 在五六十年代 日本被炸毁 实际时代要发展 日本缺乏劳动力 但到七十年代以后 你逐渐逐渐 劳动力不缺乏了 逐渐逐渐 这个大企业的 就是劳保终身制成的 利益集团 你改革怎么改 那时候你中国的 中国的大中国 有企业出现问题 也会是你的问题 所以好多人说 日本是被美国的 压榨下整垮的也对 但日本是自己 这套五六十年代 成功经验 把自己整垮的 实际上 一样 所以这时候 你必须发现 我看的机制 都是反的一种 非线 就反方向的机制 反的 你说好 我能看到它真是好 但是里面会突出 一些相反的 会让这个同样 现代好变坏的机制 我看的比西方人 敏锐的多 我实践关系 我怎么找替代性证据 什么找 就是一大堆数 我看问题 我教学生采访 找证据 证据的方向 就是一有道家本体 材料很可能 在相反的方向 材料很可能 直接显不出 是间接方向 所以整个 看案问题 全变了 中庸本体 也就是西方人 往往是 讲片面深刻 但是我们可以 完全这个时间 我更不能 就是我们可以 提出来一套 既符合社会科学方法 又避免了西方 片面深刻 落点的本体认识论 这个就是 李泽河说的 实用理性 我们中国人是理性的 但是pragmatic 不是像西方人 偏执的理性 工具理性 科学理性 推理的理性 不是一种理性 第三呢 我们确立一套 建立在道家 和中用基础上 同学融合了 演绎 归纳 回溯 逻辑方法 分析方法 这就是为 我第二本书 帮我十分讲 叫正交回归 把这类问题 本源上有几大逻辑 把它的逻辑 推理出来 然后每个逻辑 背后的产生机制 社会就是 这个社会 在搭的空间 你股价在哪一点上 那哪类计 社会机制 逻辑就会发达 就会强大 这类问题就会出现 但是呢 我这个股价 是不是对不对呢 我是靠 我这个股价 产生着股价 这个结构 我能解释 我能解释的问题 比你更多 如果你解释的 用实用主义化 用解释 因变量多少 来考察 我这个股价 对不对 这样子就 所以这是我 几十年来的一个实践 也在那么带学生 我回到泽大 也向逐渐逐渐地推广 在美国 是这样 天不变 道义不变 美国这个社会 如果不出十个特朗普 它研究方法是不可能改变 但是美国这个研究改变 有好多好多好处的 就是在 就是在第四个层面上 我们要大学特学的 但是呢 你如果停在这个层面上 做了一大堆烂七八糟统计 以为这是中国话了 别的都是伪命题 或者呢 提了一大堆烂概念 什么东西 都以为中国话了 那是扯淡 当然它有它自己的意义 自己的意义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大家伍 感谢大家伍